这家人很有实验的精神 这个女儿因为皮肤过敏 这个妈妈开始认真的 想办法把家里当实验室 开始做实验 而研究实验之后 分享现在创业 继续做创业的实验 一开始小孩皮肤 看起来小小的红疹 但是让他极度的痛苦 我才觉得说我很心疼 然后想办法去让他舒缓 所以我想说我来试试看 用比较新鲜的材料 一用就马上 一做完马上可以食用 女儿两岁半的时候 有异味性皮肤炎和严重过敏 原本在银行上班的张玉昕 和许多妈妈一样 辞了工作回家照顾孩子 现在在秤蜂蜂蜂蜂蜂蜂可以让它 让这个膏定型 因为我们就是一般辣的一个 基本的最重要的原料之一 不想孩子接触太多类固醇药品 张玉昕想从根本解决 决定亲手替孩子制作天然护肤品 我们为什么挑选风辣 因为它对于我们要确保 它对于怀孕的妈妈跟新生儿 都能够使用 没有专业背景 他上网找资料 买有机无毒的原料回家DIY 也就在那个时候 他想起外婆流传下来的古早秘方 在小时候 我是跟外公外婆住的 那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外婆会给我黑麻油说 这个东西被蚊子咬了 抹一抹很有效哦 我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印象 把黑麻油涂上身味道太重 七年前他试着改良 把黑麻油加上草本植物和精油 做成膏状护肤品 当时可没有这么专业的空间 家里的餐桌堆满瓶瓶罐罐 这是张玉昕的小小实验室 一个人同时进行好几样手作研究 要在做手工皂之前都要先搭配 做好配方 那配方做好以后 就把不同的植物油跟碱水融合 它们就可以起造化反应 做妈妈的总是不放心 用在孩子身上擦得洗的都想力求天然 手工皂的制程看似不复杂 但光是搅拌这个动作 就至少半小时以上 我为了要延长搅拌时间 让它的肥皂品质更好 所以我还是坚持用手工 那时候都是用手打 所以在这样的冗长的过程中 手碗就开始有一些不舒服的现象 就这样子断断续续的 就开始有妈妈手 这样已经可以入魔 它等一下慢慢就要凝固起来了 接下来手工皂还要继续保温皂化 一天之后才能切块 晾造 我就到处去量家里的湿度 看家里看起来哪一边是最干燥的 那后来我发现我在客厅的一角 还不错 那个地方永远都很干燥 所以我就把那个晾造的部分 就摆在那里 手工皂需要时间耐心等待 许多事也等待别人理解 正当张玉昕为孩子全心投入 也从这些手作实验里 得到成就感的时候 后来的心情却像洗三温暖 等到我老公下班回家 一打开门 就闻到一些奇怪怪的味道 对他来讲就是很奇怪的味道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要把手工皂放在客厅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客厅装潢 跟买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你把这个几百块的东西摆得到处都是 这样值得吗 高震坤KK是金融界的高阶副总裁 是别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 但那几年的工作压力 让他忘了理解另一半 那我就弄了一堆纸箱子把这些亮到一半的手工皂全部丢进去 那后来就把他把这个纸箱子搬到外面的阳台去摆 那我知道这样过一夜外面的露水跟湿气 绝对没办法用靠纸箱来抵挡 那但是我就忍住 然后等到天亮我就去看 就整个都是冒水 然后就抱着哭了 哭一哭以后就直接拿去垃圾桶丢了 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后果会全部都坏掉 那他也没有告诉我 张玉兴当下没说什么 他继续当个称职的家庭主妇 却也没忘了心中梦想 一有机会就偷偷进行他的手作实验 我们现在要渲染 所以我就把刚刚染的芡草粉的造液来倒下来 张玉兴把实验品跟朋友分享受到很大回响 这给了他信心 创业念头悄悄上了心头 有很像那个起司 巧克力起司灯糕 坚持了一年多 有一次KK发现 平常早睡的太太大半夜还在辛苦工作 忍不住出手帮忙 这才知道原来太太的坚持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其实我是有在运动的人 而且我是有跑铁人山巷的人 脚到我的手都酸了受不了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他手腕受伤了 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工作做这么久 然后就说我上次把你丢掉的手工罩 你大概你绞了几次 他说绞了六次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地上有洞我就钻进去了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 KK也是苦过来的 以前也潦倒失忆过 后来凭着聪明才智和努力 从银行的基层工读生一路爬到副总 而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 他却渐渐觉得不快乐 因为另一半的努力 让KK也想找回 那个真心想做好一件事的初心 我发现了自己的傲慢以后 我第二天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一起吧 我来帮你 我们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完成 那这里的一切的格局 都是我们自己新手画出来的 平面图是KK画的 力挺太太追梦 KK离开了金融业 和两个朋友一起投入张玉欣的保养品事业 为了坚守品质 他们不找代工厂 一切自己来 连我四个伙伴 本来想说这个小小的空间 就是我们四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连要错过的时候都要洗小腹 才能过去 因为空间有限 但是我们很开心 我选这个帽子 还觉得还蛮适合我的脸型 女生都是爱美 决定把天然保养品当成事业之前 张玉欣上课充实专业技术 闭门研发三年 把过去在家里进行的阳春版实验 在这里精进改良 这些材料都是天然的 所以我们利用风辣的特性 把这些油品变成凝固成一个膏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加热搅拌 那加热我们会维持72到76度 温度是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我们要保留这个黑麻油的活性 即便有了专业工厂 许多步骤还是得靠人力 比例和原料拿捏不准确 常常就得前功尽弃 整壶心血都得倒掉 上课问过很多老师 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宝典 可以让我参考 可是老师就说 这就让你自己亲身去体会 那我终于知道老师的意思 那中间大概花了超过100次的演练 才达到这个完美的比例 要把事做好还是得按部就班 而且还要有坚持理念的勇气 我们去展授的时候 我听到人家说 这简直是麻油鸡 我怎么会让我小孩变麻油鸡呢 那因为它本来就是麻油做的 我不用去用别的香味去遮改它 去形成另外一种人工的味道 张玉兴一开始信心满满 相信会有很多人看到它的努力 天然保养品一定会有市场 当我们官网就是上线 我们四个人满心期待 以为会有蜂涌不断的订单 那我们从白天等到黑夜 线上人数就只有四个人 就是我们合伙人四个人 眼看钱都快烧光 亏损持续了三年 本来想独撑大局的张玉兴 劝战友撤子离开 但大家都选择留了下来 这让张玉兴更内疚 每天回家看到放学的女儿都笑不出来 我虽然忍着 但是我的辛苦或是我的难过 她从我的表情都看得出来 她每天都送我大大小小的画 有一天她就画了一个熊 熊妈妈 然后嘴巴是下垂的 就是说她看出妈妈不开心 希望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能够开心 女儿暑假就到公司陪爸妈拼事业 开学前一天在公司白板留下一句话 让妈妈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她就说只要努力 梦想就能达到 因为她只是个小小的小孩子 她看到我们的努力 所以 然后我一切都又是为了她 我并没有告诉她 我起源是她 因为女儿成就的事业 也让张玉兴想起更多孩子 即便在亏损阶段 她还是不断地捐出自家产品 给许多需要帮助的机构 希望推广健康天然的理念 我小时候并没有跟我父母一起住 所以我知道小孩 最希望的是父母的拥抱 那 所以即使 我再怎么苦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小孩 张玉兴笑说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赠的单位越来越多 替他们打开了知名度 在亏损三年之后 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我本来先做那一个 后来奶奶又帮我再做一个 这是什么吗 这是厨师 那谁是厨师 我啊 那我是什么 副主厨 副主厨啊 当然哦 以后我就靠她了 我就不用煮饭了 味道够不够 还没 一直都是这样 也许是这个家这样的力量 让支撑我们 不管在我们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不可预知的未来 我们永远都知道家是稳固的 也许未来还会起起伏伏 但人生不就如此 只要一家人同心 也就有走下去的勇气 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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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